這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主要就是 有同學回去的話 每次就是上班他經常要拍一些照片 可能跟建築公司 好像他做跟那個什麼 建築或室內設計相關的 因為他如果你要把一些 就是做完的 這個畫面把它拍照下來 那當然你要跟業主 或者是跟老闆做交代的話 那變成你要把拍的照片 回去就要放在一個地方 讓他比較方便的去看到那些圖 那放哪邊比較OK 他當然網站他又不OK 手機APP他當然也不行 所以怎麼辦 他想說不然就放在Excel 因為Excel應該是目前 大家不會挑剔的 因為你給人家Excel打開 應該沒有人打不開的 但是如果你給別的東西 那可能就有問題了 所以他想說有沒有辦法 因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什麼 他回到辦公室的話 就變成要每天就是 必須把那個圖 做什麼呢 插入圖片 有沒有 從檔案 一張圖 插入圖片從檔案 兩張圖 他就一張一張一張 把它弄到這裡面來 有沒有 他就覺得哇好麻煩啊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可以在那個VBA裡面喔 可以喔 快速的把這些圖加進來的話 還有快速把它刪除的話 那該怎麼做 瞬間喔 一下不見了 那跟各位講啦 我是有把一些圖喔 因為我不知道放什麼練習題啊 所以我就拿那個 我之前這個截圖的畫面喔 放在這邊有個APP 他可以把它下載 你把它按右鍵解壓說 解壓說至此 就會是一個資料夾 裡面的話就有一堆的圖啦 就是 紀錄之前出去啊 這個大概六年前的吧 我剛剛看一下那個時間 那六年前喔 去那個京都 那個做他們市區公車 的一個怎麼講 一個一個一個紀錄啦 OK喔 你要做哪一個公車 做哪一個公車 可以到這邊 有沒有 京都 其實京都非常好玩 從那一次之後 我再也不坐京都的公車了 因為我覺得騎腳踏車 比坐公車還快 有時候在走路還比坐公車還快 那我的時間不就都浪費在坐公車上面 雖然他們市區公車真的很便宜啊 但是後來我幾乎都不太坐公車了 我覺得時間還是蠻寶貴的 那如果我說我今天希望把這些圖 把他們全部都放在ESale裡面的話 該怎麼做 OK喔 那以前的話 你要插入圖片重檔慢慢來 但問題喔 如果你現在不這樣做的話 教各位一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 你應該可以想得到吧 這個目錄裡面的每一個JPG 因為它是JP 應該是PNG還是JPG PNG的圖檔吧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裡面所有的PNG的圖檔 通通放進來的話 那我第一個需要DIR 有沒有 今天剛開始講過 然後這個目錄裡面的所有PNG檔 我都把它找到 找到之後做什麼呢 把它插入到我要放的位置 不過放的位置喔 跟剛剛那個有異曲同工之秒 有add 但是不是用剛剛那個方法 add的話會需要提供三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的話 就是你要放哪一個什麼 左邊的那個位置 再來就是top的位置 就是水平在垂直 然後再來多大 寬多少、高多少 然後我把這個程式先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我先run一下這個部分 大概程式 其實大概寫完大概長這樣 我把它run一下喔 第一個是沒有超連結 就只有小說圖 有沒有 全部跑完了 OK 基本上的話 刪除的話也蠻簡單的 這樣就全部刪除了 OK 所以如果你懂得 會用這個方法的話 你應該不會想說 插入圖片重檔案 每天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如果你把程式寫完的話 那你不就下班了嗎 OK 所以有的時候的話 如果懂的方法 會寫一點程式 真的還蠻佔便宜的 那怎麼寫喔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當然喔 我這邊有多一個s-pace 這個指的是 我放在哪一個資料夾 有沒有 就跟前面一樣 第二個的話呢 我s-file指的是 我要找到那個圖檔 所以dir 把s-pace 就是這個目錄底下 所以會多一個反斜線 and所有的png的圖檔 幫我全部找過吧 那找到的話 它會先傳第一個給我 然後呢 我就先把游標先放在哪裡呢 放在a1 游標.slate 第二個的話呢 我設定什麼呢 設定 因為我第一張圖放這裡啦 所以呢 我就先把這個cell 這個儲存格的road height 等於100 那100是多大啦 其實我大概抓一下 大概就這樣 它其實 它的高度大概就是 100的話呢 其實不是100個像素喔 100的話大概就是 134個像素 所以它的那個單位都沒有 完全都沒有統一 100那是dpi dpi 那不是png就對了 png就對了 png就對了 dpi就是剛剛講的 712分之一 但是問題喔 一般人說真的 這不是很需要care的事情 應該各位知道dpi吧 dpi就是dot dpi就是dpi dpi就是dpi 意思就是說 每一英寸有多少點的意思 那png的話是像素 那兩者其實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又不相同 那算了,知道一下就OK了 那這邊它的單位是DOT 所以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就是RAW HIGH大概100,大概這樣高度 那所以我這個地方的話,COLUM部份的話我設為18 18大概就這麼寬 所以以後的那個寬度大概多少 比較大比較小,你可以自己來調整 那我們就是讓它全部去找那個檔案 找完檔案之後的話,利用一個方法叫做SHARP SHARP裡面有一個方法叫Add Picture Add Picture主要是這個 然後給它什麼?給它的路徑、檔名 然後後面的話,我有點忘記 後面還有按F1吧 後面的話還需要幾個參數吧 1、2、3、4、5、6 主要後面這四個 哪一個LAT 哪一個TOP 然後呢 寬跟高多少 後面這兩個TWO是什麼 我看一下 你按F1 其實裡面大概就有一些參考的說明 Add Picture 裡面的話跟你講說 它這個地方File Name、Link、File 要不要?TWO Save With 左邊TOP、寬跟高 大概是這些 如果想知道的話 中間這兩個疑慮處好了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把什麼? 把這些東西參數給它 然後先加一個之後 你會發現我的高度疑慮設為90 為什麼? 因為後面把它加100 意思跟剛剛一樣 中間控10個點 OK 然後那下一個 那這裡的話 我為了讓它方便 我用Offset 什麼叫Offset? 讓它跳下一個格子 所以你會發現 假設我這邊 把它執行到這邊 加一個對不對 這個90嘛 然後下一個的話 意思說幫我找下一個檔 然後這Offset的意思說 我把優標往下一個 有沒有發現? 它就跳一個儲存格了 OK 這個還滿好用的 因為如果你要下一格、下一格、下一格的話 那就變成說我都放在那個格子裡面 圖就放格子裡面 然後換下一個 有沒有? 再下一張圖 來一起來推 這樣就全部通通一次很快的通通 甚至我覺得如果你圖越多 那越有那種很棒的感覺 對不對? 但如果圖沒幾張的話 我還是覺得滿有感覺的 但是同學就說 老師如果說這邊有超連結 點下去可以跳大張圖的話 還更好 那怎麼做? 這邊我就教他一個方法 就是說 如果你還要再加超連結的話 只要再加上 這個兩行的敘述就可以了 就把剛剛的程式 裡面除了加上這個 加上圖之外 有沒有 圖加上去了 但是我加圖的位置 我把它換到 放在B欄的地方 那我的A欄放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 第一個 我先讓那個儲存格的 有點像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裡面 讓它自動換行 因為它那個 這邊有 對齊方式這邊有個自動換行 把這個打勾 打勾的話 就是這個wrap test 等於true 就讓它可以換行 為什麼要換行? 因為它超連結很長 我讓它可以換行 然後呢 怎麼加超連結很簡單 就是ActiveSale裡面有個hyperlink add 然後把那個路徑加上去就可以了 那前面這個參數 這個可能要再查一下 selection OK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就把這個超連結連到這裡 意思說如果你將來點這個 它會跳大圖 下一張 如果全部跑完給各位看一下 全部跑完對不對 然後呢 最後 rangea1.slate 跳回來 那我如果把它點擊的話 你會發現 按4就可以了 它會怎麼樣 跳大張圖給你看 如果你把它關掉 就回來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其實還蠻方便的 不過最後有同學說 老師最後我為什麼把它刪掉 刪除你想說 我把它選取delete 選取delete 可是你會發現 delete的時候 可以delete到字 但是圖怎麼辦 圖比較麻煩 圖的話 我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這個sales.clearcontents 是刪掉字 但是如果你要刪掉裡面 所有的那個圖的話 那就剛剛同學問的 那個圖的名稱怎麼取得 那我就算了 我不管名稱 我就用一個for each 一取的意思是每一個的意思 也就在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所有的叫做shops shops就是這個東西 它的編號 可能是1 可能是2 可能是3 反正呢 我就把裡面每一個每一個 通通把它抓出來 所以它會先抓第一個 放到這個物件名稱叫sh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只要抓到一個 我就殺掉一個 反正所有全部通通抓到 就全部刪掉了 因為我目前就是希望全部刪 如果你說要刪哪一個的話 那很麻煩 可能要再去算它的第幾個 所以我們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可以全部刪除 有沒有 OK 那就大功告成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一期的課程其實飛快 一下子就已經到尾聲了 所以最後我們也終於把8支3 可以講完了 那雲端上面的資料 理論上都會放在這上面 所以你們回去的話 有時間可以再把它做複習 然後那個雲端上面的那個論壇 裡面東西也是一樣 我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回去的話 雖然下個禮拜沒有上課 可是你回去的話 盡量可以把握時間 可以再也許想想看 做一些相關的專題練習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假設未來有一些新的發現 或者是有什麼新的收穫的話 當然歡迎各位可以再跟我分享一下 或者是說將來之前講的東西 假如你還有問題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可以留言 或者是你有什麼新的發現也OK 那今天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OK 那一樣回去的話 大陸可以啊 暈倒